主料,面粉370克,水180克,辅量,盐2克,酵母5克,酥白芝麻,苏打粉5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加面粉,酵母,苏打,盐,水混合成光花面团,醒发,醒发好的面团分割成每个月70克的面团, 斩成后约1厘米,直径大约7厘米的面饼,中间存一个洞,刷上水,蘸芝麻,继续醒发一会,饼的厚度增至约2厘米时,入预热的烤箱,180度20分钟,或200度15分钟都可,烹饪技巧,一,光饼可从中间横收,加肉加菜吃,二,也可做成甜味的,三,传统的光饼, 是在火炉内烤制,大家可以用烤箱代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